这要讲的是药剂职业 他的角色呢 职业可以重复 也是说一个角色里面呢 可能有两个职业这样 那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女的呢 她是声波跟药剂 那男的话这一支是换装跟药剂 所以 阿杰里 不然这集就要讲药剂啦 药剂职业竟然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发现说 我如果没有讲这游戏的职业的技能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想说 看这些技能 可以借着游戏的重点 这些技能 那是谁的名字啊 我差点给人家讲台语的那个 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技能可以先给大家吗 观众看一下这个职业的技能 他的技能可以让人家中毒耶 有没有 所以我们每个职业的技能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来自动战斗 阿杰里 技能给我一下 技能给我一下 等一下我找不到技能耶 为什么 还这么多人在玩 诶 我们变成魔导士了 等一下技能呢 可能一开始的技能就只有那一招 观众你们看一下 诶他对方在这里 我吓到 我应该需宝 药剂 啊哈 这什么 用背包 他这个职业有点像是丢那个气泡这样 有点像是丢那个火龙的咆哮 聊天室给大家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来吧 来吧 这集就单纯技能介绍了 好吧 但是没有限定衣服可以有技能 因为我现在衣服还冲得进来 跟扯士他也不会爆炸 我现在有纳斯了 我都不要挡路啦 转收剪衣是什么意思